特征组昨天兵分五十八路 大动作搜索中信金总部等地 并传唤中信金大股东估重量 最后以一亿人交保 我不晓得为什么来了 老实说 我就是一场误会 特征组搜索实际也敏感 也引发外界议论 难道当中有政治目的吗 去年的人出的时候 那尽管会接到两次的检举 在这个检举的人是内部的是不是 对 没有错 里面的人 今天是正午廉价第一天 国道陆续出现拥塞车潮 民众对蔡政府新政骂翻天 真正拥挤 贺城部长跟我讲说 应该是接近中午前后 所以我们还会比较密切观察 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林全 昨天首度与台商联谊 在这里我也要向台商招手 请大家回来为台湾一起打拼 两岸目前进入冰冻期 传出蔡政府将请清兵党主席 宋楚瑜出任海基会董事长 最新时事就在新闻面对面 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是谢正午 我是古怀轩 今天端午节 真的 好紧张 紧张什么 高速公司塞不塞啊 塞啊 你不觉得交通部长会很在乎这件事吗 他们当然要在乎啊 好 那今天一番两段也 到底塞还是不塞 民怨到底怎么样 好 待会儿来揭晓民底 那除了这个以外 大家都看到 大概郭忠良 郭忠良到现在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被约谈 对啊 他完全不清楚 怎么会这样 OK 不知道为什么约谈 反正一亿交保 好不好 各位 一亿 没错 但这件事情背后 有任何一些政治敏感度在里面吗 或是说这不管跟匾跟马 或是这样的一些高层政治任务 有任何一些关联性吗 怎么会用到这么大动作 在做这样一个搜索的动作呢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国民党看起来是要四死维护 党产吗 真的是 连秦始皇都拿出来讲 OK 那讲说现在民党要推的 党产出理条例 是不是秦始皇时候的暴政啊 什么类似这些 好 那这件事情 未来又会是怎么样 对所有的民众来讲的话 今天再过端午节 但是不晓得 民主将你的屈原 听到这些又会怎么讲呢 来 为你介绍 今天要邀请到的特别耳宾 好 现在介绍是立法委员吴炳锐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现在每日到电子报 副统治长郭正亮 大家好 也就是媒体人陈敏凤 大家好 但新北市议员陈敏毅 观众朋友晚安 在台大主席教授林火旺 主持人大家好 在公民党文庄副主委李明贤 大家好 好 那待会儿要来看一下 马总统是不是真的 能够去得了香港 今天算一算 今天9号 对 而且是廉价 廉价再回来 一回来的时候 大概就要谜底揭晓 没错 因为最后跟最近扯出来说 马总统是不是有 绿委讲说 马总统是不是有 隐医一些所关机密文件 这些是不是都环环相扣 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好 一开始 谜底揭晓 今天高速公布塞不塞 塞啊 塞到爆啊 这一个大大字给大家看 这廉价第一天就塞啊 但林权视察的时候 他说 他其实他觉得一路顺畅 OK 好 那但是贺程部长也讲说 拜托你们大家媒体 不要把那个小塞车 放大 然后把它给放大 去这样讲好不好 那没有必要搞成是这样 但是媒体就用到 这么一个塞字 OK 那我想今天在 黄老师有没有觉得 有跑高速公路 没有跑 台北市很空啊 台北市当然 因为大家觉得是不塞啊 我刚才台大校园 你走 根本没有车 因为车都往外跑 可是问题是 今天有一段 就是因为林权 林权院长他为了要去视察 他觉得不要交管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知道 实际的状况 贺程部长讲说 大家不要把问题放大 那媒体上面讲说 感觉局长又很塞 黄老师这会不会出现一个 就是民众的感受 跟官员的感受问题 其实基本上看他什么时候去 就是他如果出门时间 好像要六点 一大早一大清早 六点会塞可能性比较低 如果他说九点时间可能就有机会 而且事实上今天有人 五点都会开始塞 某些路段可能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 其实我真的讲真话啦 塞车以端午节四天年假会塞车 其实还蛮正常的 只是一般民众会讲说 那新政府是不是有不一样的 那看起来也没什么不一样的 所以以前骂马政府不行 大概交通问题 大概现在是一个难题 因为现在问题是出在说 这一次的新政府贺程部长 交通部长这次推了一个 就是端午廉价的夜间收费 本来是免收费 现在收到收费 但是夜间收费以后 本来讲说这样子会不会 大家少一点车流 可是在晚上的车 媒体上报道还更多 增加了20%这么的多 不过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 一般民众觉得说四天的假期 这车更多很多人提前 我觉得其实以前每次到了过年 我们都有那个线载 比如说你要三个还是四个人 因为如果不采取这个措施 四天年下确实会满塞 因为你看我们在学校里面 我们宿舍 教授宿舍停车区里面 很多车都不见 这表示很多都从转栏部上来 四天年下会回去 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特别措施 要把夜间收费取消 那我觉得这可能会有影响 所以这一段 其实大家在看这个时候 那时候就来讲说 因为这里推行了十年 所以对贺程部长来讲 因为这是推出来的第一 整个施政的第一炮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也在担心说到底未来会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是一个不讨好的政策 你说实在 你第一个真的不用推这个 因为你就把整个端午节的假期 就会放在这个塞车 不塞车上面嘛 就算有一点小事 我也觉得都是因为这个政策 所有造成的 所以今天贺程说 不要把小塞车放大成为大塞车 但是因为你这个政策以后 不用塞车变成一个焦点 所以大家一定会这样讲 就算不是大家或是对方的三个人 也会说 就很塞 对 也是说都是这样子才造成的 没有啊 我说有可能 对啊 所以说没有 所以我觉得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尤其在对比的这个 几率的条件也不一样 去年可能三天嘛 那除了有人本来就会比较 跟今年的四天 可能可能这个什么诱因或是条件 本来就会不一样 那比出来的结果到底怎么比 那当然现在只有去 那还没有回来的部分 那所以我觉得说 你现在整个交通部 整个过假期结束之后 你要拿一个精准的数据出来 我们现在也不要冒然说 好 就是塞爆了 其实整个感觉就是塞爆了嘛 因为林泉的那一段 是早上九点去的 可是他到高工局 他到高工局 刚好那一段是比较宽的国道 所以他那段也没有塞到 那今天媒体就有骂他说 那其他塞在新竹的啊 尤其是塞在国武的 对 就是那地方 对啊 然后尤其是那个湖口 那一段特别塞的 那你您觉得这样讲 会不会说好像没有走到一个 一个普通 普通老百姓的想法里头去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政策 事情下来 我觉得你一定要提数据 那同时这也是人民的感受 在马政府的时候 我们一直强调 数据只是参考 最重要的是人民的感受 那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话 你就赶快赶快取消吧 就不要再勉强的 顾面子顾下去了 否则这未来啊 这立法院党团也会很为难 然后蔡英文主席也会很为难 但是只有那来营 跟李明显会高兴而已 对 我很高兴 因为在昨天民进党的中场会的时候 大家看到因为为了要 所谓合一问题的时候 小英总统通知 当然也是民进党主席 在那里面就讲说 行政跟立法之间 不能够多沟通一些吗 那如果像交通这些事 民众感受最深的一些 也许它是一个小事 但是它会变成民众小事 应该就是政府的大事 而这些事情 会不会是还记得 马政府的八年施政里头 都是因为民生的一些事情 对于小英政府来讲的话 这些是不是要引以为鉴的一些事呢 来 凡宣 要来看今天上国道 到底塞不塞 一张又一张照片 告诉我们塞一塞一塞 真的是很塞啊 来看这交流部长贺成奈 怎么告诉大家 他说希望媒体 不要是老把小塞车的地方 放大报道 更想讲路况没有更恶化 另外来看隔魁领取 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高宫局说 国道还算蛮顺畅 我走国道呢 也发觉确实非常顺畅 好 那这时候就来看的是 说联合晚报将报道 就说这交涨的取消夜间免费 国道车流呢 反而是增加20%啊 去年端午节的第一天 这个晚上有30万辆次 在今年的时候 看到变36.5万辆次 它的夜间车流呢 是不减反而是增加 真的有人说 这是不是塞成了银河 这样的状况了 好 那么高宫局副局长就说呢 还是有很多用路人呢 选择晚上开车 国道免费对用路人的领想 没有想象中这么大 还说未来呢 需要做深入探讨 但民众去破口大骂 很多人说真的好塞啊 台北到台中花四个小时 还有三四半个小时 根本都进不到这个交流道 五五交流道就塞了快 一个小时才能够上国道 还在台北去宜兰的 国三转 国五平常十分钟 但有人说已经一个半小时 都在那边 连国五的这个路口都看不到 民众甚至直接说真的是动弹不得 夜间免费取消是混蛋新政 还说呢 台湾头塞到台湾尾 取消日夜间免费呢 是压倒骆驼 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讲到五谷那儿 有感受到会塞车或这些吗 但是我比较care的是 其实林全院长他们讲出的事 他们觉得 当然要告诉大家说 路况没有这么样的拥塞或怎么样 可是民众说实话 一定有很多人会被塞到 所以他当他听到官员的话 跟他的感受的时候 多少会有一些的落差 那民众的感受可能就是最直接的 刚才包括老师 包括敏锋 其实都很理性在看待这个问题 甚至有一些体恤政府的为难 就谁来做都会塞车 如果过去用这样的态度 我会觉得很棒 过去好像不是 过去好像不是 过去喔 过去先 过去那个用毛治国 没有用投资国的那个毛治国 被修理得这么惨 你各位记得吗 我刚才也讲了 我为什么把政府的要做这个样子 那个叶框石被石头把它框住 我要强调 这个态度是好的 我会用这种态度 未来的四年 我先强调一下 五谷就在我的家 五谷365天什么时候不塞 就是廉价不塞 反而是比较空啊 因为平面的车道变少了 可是今天早上大塞 真的吗 为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闸道移控是一个窍门 闸道移控 闸道移控是窍门 我告诉你没有交管 是高公路没有交管 闸道移控 让你车子慢点上来就是交管 今天早上我们去华龙洲 我向右转就是塞车 向左转就是不塞车 我往我们的这个大都会公园 我们的微风银河去 华龙洲不塞车 你往右边 你要往高公路 你看塞不塞 你刚刚讲在闸道交管 那个移控就是很重要 所以林全院长没有感受到塞车 有可能是闸道交管移控 我相信林全院长 因为他有时机 不管过去或现在 他可能从来不用说 上路之前 这个手机看一下 哪里塞哪里不塞 我看他不用看 哪边是红点 反正如果塞车 他车上瞇一下也是马上到了 所以我讲坦白话是这样 所以用这样子讲话 我也不要用你们过去说不实肉饼 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他 你讲吧 但是 今天院长都出动去高公局 但是我必须要讲 我不知道他去了高公局 是不是我家隔壁泰山 是啊 是那里 因为只有一个当然是 我是在嘲讽 那是高速路最宽的那一段 以前最塞的叫做泰山收费站 自从废族收费站了以后 最塞的叫五谷交流道 那他去选择一个最不塞的地方 也没关系 我要讲 大家都知道 贺成旦部长当时出来说 夜间要收费的理由是什么 为了安全 不是塞车是安全 是 他说因为晚上不收费 大家就去挤晚上 会危险 所以如果晚上没有给你优惠了 大概就分散到白天 今天出来说什么 说晚上还是很多人 用路习惯没有改变 所以很难去猜测 用路人的用路习惯 你是说算的 如果你是为了安全 你因为安全 就说我用不要说制裁 我不让你有小确幸 晚上免收费 你就要白天去开 现在不是大家因为说 不收钱还要开 是因为白天车子多到大家会怕 所以又提前出门 所以我们的用路习惯 是会被逼迫改变的 所以我要报告林泉院长 这个部长 我想你们应该去了解一下 你随便去问个年轻人 他们都知道怎么上高中路 他都知道去看一下 我要走国道1 国道3 国道5 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 杂道移控的窍门 就是说塞平面没关系 因为那不会记录说 我多少小时到南部 上了杂道你才会开始算 所以这些东西不能怪你 因为怎么样 现在再让本等来做 一样要塞 那既然是如实 当初为什么要做什么 停止优惠 然后再讲安全 理由就是什么 新冠上任三把火 OK的 我们鼓励你 如果说安全的前提的话 塞车没关系 安全平安到家最重要 但是 不要告诉我说高中路一路顺畅 这种话听不下去 不过贺沈南部长正好是一个嘲讽 他说因为夜间不要取消免收费 原因是因为很多人上去 反而会造成车口不安全 那这样结果更不安全 更多 更多人嘛 所以可见其实用路人习惯 是担心会塞车 倒不是因为说怕免收费 或怎么样 如果是因为安全理由 那照理说那越多人不是更不安全 所以这个理由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要来看 其实当林葵告诉大家说 一路顺畅的时候 会不会让民众觉得说 你的感受怎么跟我感受 真的差得非常的多啊 当然民众开车在路上 他的感受是直接的 那院长他当然是纵观 比较大的数据 那尤其是他会听这些 幕僚跟高空局 给他的数据跟报告嘛 那 其实他也不是故意要去挑什么 路最宽这一段 因为高空局在那个地方 你要去那个地方 你不经过那边吗 不可能嘛 所以我是觉得 也不用特别去 但是我是认为他很有心 在廉价的第一天 他就赶快去注意这个问题 代表他是有关心这一点 因为媒体已经在讲这件事 希望他们去 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主要有几个条件 我觉得是要比较 因为去年的端午节 只有三天假 是6月19号到6月21号 那今年的端午节是四天假 6月9号到6月12号 大家如果从中南部来 就知道说三天的假 跟四天的假 返鄉的那个誘因不太一样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晚上的时候 本来是取消这个夜间免收费 照你来讲应该车流比较少 结果反而车流比较多 那是证明这一次下回去中南部 过节的人是不是更多了 这个要等过了四天结束之后 总数据你才知道 如果照今天的数据是这个车流量是 的确比去年增加了20%以上 那原来去示范这个取消夜间免收费 就赫城部长他的理由是因为夜间 尤其是在半夜以后 因为他原来的免收费是晚上11点到凌晨6点 那这个半夜11点以后 甚至到两三点三四点的时候开车 注意力容易不集中 那有时候不是自己注意力不集中 是其他的驾驶人注意力不集中 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说 这个到底造势率有没有下降 当然合理来讲车流动流动量变多 应该造势会增加 但是我们要看看这四天之后 造势率到底有没有降下来 事实上赫城旦部长他提出这个政策 在民进党的立委里面是骂声一片 大家基本上对这个很有意见 就像刚刚敏鳳讲的 这不是一个讨好的政策 但是赫城部长他是一个很有看法的人 他从以前当台北市交通局局长开始 他在交通的政策上 他就有很多他的看法 他有他的坚持 然后他就是强调说 他一定要去示范这个到底安不安全的问题 他主要做一点是安全 那有立委跟他反映说 这样民众会批评你抢钱 他说放心 我补贴公共运输的长途客运 绝对会超过这个收费的 免收费所可以多得到的钱 所以他是要跟你证明说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钱 我的目的是真的我要演你出一套 将来在连续假期的时候 如何让高速公路能够更安全 然后能够顺畅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是说 就第一次来 整个四天结束之后 大家来看他的成绩 该给予批评的 我们还是给予批评 你放心好了 民进党立委对他这个政策真的很感冒 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当党团干部的人 真的非常的困难 全无心你知道吗 全民部长是这样坚持 全民我们的委员是拼命叫 反正做党团三长 很困难的 两边要灭火 还怕行政机关说 你们怎么立法机关完全都不尊重 我们要事办 你们完全不给我们支持 所以我们实在是也是含辛如苦 但是我们还是愿意 我们还是愿意 大家还是关照在这个情形上 刚委员也讲出那个辛酸点 你看很多政策都是这样 明显 如果真的搞到大了 就事情搞大了的时候 还要小心总统出来说 你们两边不能先协调一下吗 这么几天了 大家一定要搞成这样 而且委员也不要把自己施政 讲话讲这么难听 所以对他们来说也很为难 可是这些 而且我可以先预见 四天以后这些数字 对老百姓来讲 就算数字出来 我不认为老百姓 会有任何的感受 你告诉我 因为本来就是讲安全的问题 然后是因为晚间车流要让它降 可是现在因为价长 本来车流就会变多 他晚间的车就是多了 你再出任何的数据 我不认为有太大的一些意义 刚刚吴委员讲的蛮心酸 好像有满腹委屈一样 可是老奖不太值得同情 过去马政府八天执政 如果是这样批评 在野党把马政府 骂得狗血淋头 骂得一文不值 马政府过去也是这样 被批评过来的 我觉得朝野之间要相互制衡 那对于政策的行程 还是要建立在 以服务人民 以人民为本的基础 今天交通部提出这个政策 目前以昨天晚上的第一天 昨天是第一天 晚上休假的车流量 看起来是比去年增加了 那显然交通部的政策是什么 误判了嘛 误判局势了嘛 四天跟去年休三天不一样嘛 车流增加 那显然误判局势嘛 显得错 所以整个交通部在决策的时候 是精英决策嘛 交通部的决策应该是 夜间收费加成 这样才会车流量减少 对啊你也如果要分散车流 如果安全 我觉得这个你要看回来 因为刚去的时候 可能觉得说白天会塞车 所以我都只有晚上嘛 不管那个收费有没有提高 那你回来的时候 看到白天也是 那么多的车 所以我刚才觉得晚上又增加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看回来 所以这是误判局势嘛 不管怎么样 好今天当然是 今天是廉价的第一天而有 当然我也认为说 要把四天整个数据拿出来做嘛 可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车流 蔡英文过去常常挂在嘴边 数据是冷冰冰的嘛 要以人民为基本嘛 要苦民所苦嘛 昨天国道 你什么时候这么听 小英总是让我说的话了 政治人物真的要苦民所苦 最基本你要做得到啊 你要昨天国道五 从昨天塞到今天早上 那些人怎么办 还是在塞啊 真正苦民所苦 本来就会塞 你们只是拿这个方便做文章嘛 好就真的塞了嘛 那你要真的以人民想法 我后来有点怀疑林权 搞不好 我自己开车 上过高速公路 我自己开车 我要回南部的时候 哪里最塞 往机场那一段最塞吧 中张头那里最塞 国山的时候那里也塞 最往机场那里也塞 最塞的地方你不讲 你挑一个不塞的地方 而且从台北市 从台北市上国一 建国 然后上国一那里上去 那里还有高价 还有舒缓 那你到往中南部开的时候 往机场那里塞不塞 所以不要掩耳盗铃 不要把像像鸵鸟一样 把头埋在塞子里面 赫诚你交通部长你讲说 今天看起来车流量没有增加 拜托你真的有苦民所苦吗 那还有我最担心的喔 他太多基因决策的话 他接下来如果要再推 恒向国道如果是要使用者付费 还要收费的话 还要有多少民怨 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我知道我们就是一号层 自己想法使用者付费 他会来会不会推 现在是暂时没有而已 他以前在当学者的时候 曾经研究过如果恒向收费的话 会产生怎么样的交通影响 结果有记者就把它拿来 说他将来要推这个政策 完全没有 这个也没有讨论 根本不会 我们民进党对于恒向的 国道不收费这件事情 党团是非常坚持 可是你们真的拉得住贺诚吗 如果他真的坚持要做咧 OK 等到他要推的时候再讨论 不过远光帅 看现在那么决定 新政府真的是误判形势吗 整个状况真的 让人家觉得说好像 还是很乱没有办法控制住 这个好的领导人碰到必然发生的危机 他要降低预期 比如说蔡英文知道今年经济不会太好 所以他就说我们会很严峻 对不对 他接班他就说千疮百孔 他就要降低预期 那贺诚但是提高你的预期 不是吗 他就说我夜间要收费 所以大家就预期说白天 车辆怎么可能不增加呢 所以今天所有的人 包括李明贤 陈明一 就特别注意了嘛 白天你车流增加 看我怎么垫 我来路也没有塞车 等于你自找的嘛 我们注意不是为了垫你们 注意是我们很痛苦啊 好痛苦 他是把以前的痛苦发书一下 你又没有往机场方向走 你知道五谷交流到那个平面 因为杂道移控 你知道下面塞成什么样 我知道 有时候出门没有先上厕所 你在车上真的会拿 拿塑料材料 这个以前就这样耶 不用做文章 来来来 各位 我刚刚刚刚从那边来 真的我刚刚来的时候是没有 OK 这个时候没有了 我要早上 不是下午才可以见 我来的时候是从那边来 不 因为大家坦白讲 如果是我 我大概也会五点出门 那我就刚好塞住了 因为 大家都这样想 那 大家就会怪到赫诚 赫诚事实上本意不是这样 事实上刚刚我们吴委员 你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说今天晚上的造势率 也是没有像以前这样说 什么可以降低1.4% 那赫诚才是真的错了 所以今天这个数据 等一下 各位 我觉得这个怎么讲都讲不通了 为什么 因为本来的说法是 夜间的车流会降低 所以造势率理论上 当然就会降低 那现在车流量变高 就算它造势率降低 那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只是说今年开车的人 我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会到晚上开车 大概要2点以后出道 我知道 但我的意思是说 当本来的设计是说 车流变少 对 造势率会降低 这个都通 可是现在光不看昨天的车流 我听说当车流增加 那个造势率降低以否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那只能说开车的人经典 有可能会扯得多了 速度变慢 课程的意思可能是说 白天的车流会增加 晚上的车流会减少 它的预期是这样 晚上开车比较危险 对 我知道 所以我才说 但是现在的 车流变多以后 跟造势率降低以否 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这个结果可能是 大家觉得 因为车速变慢 我当然造势率降低 晚上如果大家不开 大家都会想说 那白天会晒 所以我就晚上开 晚上变成塞的时候 晚上车速变慢 怎么可能会造势率降低呢 我知道 这个就是 跟人的预期是倒过来 是 就跟市场一样 所以贺诚显然是 把它想得太机械了 事实上大家不会这样想 大家就会想说 晚上可能车流少 所以大家都晚上去开 因为怕白天多晚 因为真的会开车的人 并不在乎白天晚上开 是 其实我们有一个被 其实我觉得贺诚部长 他的想法 我不认为他是错的 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好的 只是 因为被民进党的立委 一炮轰了以后 他缩回去 他就说为了安全 其实他是想表现一个 我认为是广义的公平正义 应该不要 使用者收费 我个人我刚才讲 我个人 使用者收费 对使用者收费 然后被一炮轰以后 就缩回去 缩回去要台阶下 就是为了安全 结果现在讲出来全部跟安全 我刚才讲如果为了安全理由 那业劲应该加成收费 对 所以你都跟他讲的理由 刚好非常合适 这个事情本来应该就是高工局的问题 顶多是个次长 结果现在部长自己要出来 院长 你自己造成了嘛 那为什么现在院长出来 那因为跟淘姬事情很接近嘛 那不要两个事情叠在一起 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交通部长好像是一个 没有办法处理危机的部长 那这个后面就很麻烦了 所以我是觉得林全是要把那个淘姬 那个危机的给民众的感觉 要在这件事情把它打住 OK 那想要让这个内阁能够止血嘛 就像他下一次可 也要对张景森要紧张一点这样 有点类似嘛 比如说合一 你给我那个什么建议呢 让我吐嘴 然后小英 在中常委 那个威风帽大概多 那算很重了吧 当然很重啊 立法院更生气 这个秉论兄知道更多了 还有你 给我穿个T恤来立法院 塑造前来电你说你基本离故一下 所以我相信下一个一定是张景森 林全很聪明的 OK 我就要抓紧 他要抓紧 好 把课程雇注 张景森雇注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冯士宽 也顾注 冯士宽那件事 因为太多事了 我只能讲说 怎么会当到国防部长 会说出像那样的东西 说实话 因为理论上 军人讲话是最谨慎 所以我那天一听到他那个 甚至头头皮发麻 怎么可能会 而且还讲错 而且还讲应急的 对 还讲要应急备战友 那是要跟谁开战 所以怎么会是这样 好 所以难怪 他们一定这样 不是我们笑很开心 所以你看难怪小英雇 都写在脸上 又这个样 告诉他们 所有那个一定是要这样 但是问题是 现在所有的事 好啦 如果真的把所有的事情 这样摊出来看的话 请问一下民放 那你觉得马总统真的会有 引印一些机密的公文吗 因为有绿委这样子称 马办就告诉你说 怎么可能 而且不要什么政治追杀 什么都出来了 我觉得当然 这个是民党立院党团 开的记者会 那他现在的说法是说 他看到那个 后来总统say goodbye的时候 自己在引印 那就是李明贤讲的 他是科长做 总统做科长的事情 自己去引印 自己要去惹这个祸 我有这样讲吗 对啊 就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就是说 那当然说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认定 他有没有机密文件 当然我们要查得更仔细嘛 但是通常依照一般的 依照一般的习惯 而且有扁案在里面 你不会印一些公文回家背着吗 我也很怀疑啊 对不对 所以说 因为你时不时就 就有一些这个 扁案的时候 就时不时就有一些 突然出来的东西 那如果你手边 或是这个什么东西 没有当时的记录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回答 所以我觉得说那些 那你引的资料里头 到底机密性多少 那的确是要去探讨啊 那但是就说 你会不会说到三百箱 三百箱 很多耶 三百箱可能太多了吧 很想像吧 三百箱可能是包括你的沙发 切一半还是切两半装箱吗 没有啦三百箱可能是 就是整个你搬家的规模 但是里面到底有没有机密 文件是几箱 我觉得那个东西到底是 东西是怎么一回事 当然你现在民进党立院党团 是没有是提出一个举证 那不过这个东西还要调查 我是觉得啦 但是从民进党立院党团 塑造的一种气氛就是说 你身上是有很多机密的啦 不管你是脑袋里头 你们讲得真好 制造一种气氛 你讲出泄漏国安机密 不是啦 我是说你这个 你本来就是啊 你三军统币 你核定很多的机密啊 那如果你会有那么多的机会 去影印公文的话 你当然就是有身上 有很多的机密 这是事实嘛 这是想当然 如果我们总统当到只会影印 然后不管机密的话 那我们也是天才啊 所以这个就会有关于说 你到底要不要去 这跟去香港有关系 有关啦 这当然 我这连结上面 大概是有关系 但不过 没有这件事 根本香港也不应该去啦 OK 好 所以这整件事情 我不想 来 我再回答 这个机密文件之间 我把刚才那个 稍微再讲一下 因为我们深受其害 但是我必须讲 我们哀惊勿喜 为什么 最近 欧洲57公里 穿越阿尔卑斯山 最长的隧道 我们的血水多长 13公里而已 大家觉得很长 它57公里 我们2000年的时候 也是坐在这边讲堵车 然后政党轮替了 2008年还是谈堵车 政党又轮替了 今天还在谈堵车 我觉得新政府上海 如果把头脑 用在这种事情上来 这不是一个聪明的政府 你怎么会上海做这些事情 不应该 你应该给我新的东西 新的方向 我们是跳堵车角完了吗 明峰我告诉你 其实你有没有发觉到 我在在野的时候 我在对我们本党政策辩护 我讲话速度非常快 因为我坑枪有力 我一点都不心虚 可是我现在做 我现在执政的时候 我现在做在野的时候 我都要雍容大度 我反正发现 明峰都开始 讲话很和缓 然后呢 两个小时到台中 你现在四个小时 你还不生气 你还不生气 我还佩服你 所以我要告诉你说 现在的这个英九政府 已经换为英文政府 我是不是生气要看人 面对你我就不会生气 我要告诉你 现在英九政府 已经换为英文政府 换来换去 都是我们这群受苦受难的老百姓 所以我现在这些议题 我们现在回头来去讲 如果一定会发生 势必会发生 你去解决 你不用把它拿出来当议题 但是如果没有 不要像明峰讲的 制造一个氛围 这个三位 我们三位这个 我是说他这样的事情之后 就是会有人犯怀 我不是说制造嘛 这三位大立委 开这个记者会 这是不是合理的怀疑 合理的怀疑太多 我就要告诉你 我有很多合理的怀疑 这两个我一点都不怀疑 我也不意外 这些我比较怀疑 为什么 罗教授怎么会开这种记者会 他们用的是什么 说好像有一个证人 我不知道证人有没有 他们用的是什么 马英九自己 大字又兴起 他说我的资料都自己影印 他是告诉你说 我资料自己影印 他们说他在影印的是什么 是机密资料 是机密资料 其实真正你去看 马英九讲的那种是什么 文件 我不是雅文桥是 他是说有一些文件 他都自己影印 在总统里面没有秘密 刚才主持人讲 300箱那有多少 那什么好怀疑的 有人说10亿的现金 用7人做的乡情车 运到地下室 还现兵在旁边 可以一箱一箱 从假车运到乙车 这样无地放射的事情都可以讲 我要告诉你 今天我对蔡英文政府 绝对不用合理的怀疑 我要有拼有去我才指控他 这三个立法委员 我对不起我这样讲 这个罗教授 所以我说我蛮意外的 我帮你遮夹好了 这两咖 真的是新三宝 真的是新三宝 这个时候 你只是为了什么 我告诉观众朋友 因为现在民进党 一片骂声的过程中 他现在就拼命讲 马英九要去香港 就是要泄露亲密 所以你觉得这个记者 会跟香港这件事情 那当然啦 我这不是合一的怀疑 这是commer sense 我刚要告诉你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说 马英九300箱的资料 是自己偷偷引印的 然后他现在要去香港 不是啦 那你300箱从哪里来的嘛 我要告诉你 有没有300箱 这个就叫无中生有 所以你根本不晓得300箱 就无中生有 对不起我要引用马半的 我亲自跟马半要他们的新闻稿 马半的说法说 我搬家然后不要纸箱吗 所以有没有纸箱 有纸箱 但是纸箱里面装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所以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一讲 大家都不知道 可是他现在说什么 后面没有问号 没有惊叹号 他直接就指控 我的意思是什么 现在外出的政府 是要来替我们做工作 不是来乌党乌塞 乌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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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机密 无间300箱 他现在脑海里记不住 之前在讲是说 很新鲜 马英九头脑记忆不好 但十几天头脑很新鲜 他记得很多机密要带到香港去 现在怕他记忆不好 告诉你他印了300箱的资料 我要告诉你 马英九办公室有没有影印机 我不知道 看这个画面是有 但是你们知道吗 陈水扁总统卸任的时候 买了20台税子机 这是他们报的账 所以马英九也有 对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是 有税子机不代表他在销毁证据 有影印机不代表他带走机密 但是陈前总统泄漏 他把机密文件带出去 这是事实 也被定验了 包括他把公文 调查局的局长 把公文交给陈水扁 把他常立起来了 我的意思是什么 怎么会民进党政府 对不起我修正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说 因为陈水扁这样子被调查 所以要求特征组来调查 这件事情 这就叫制造氛围 台湾如果说怎么办 2020还坐在这边讨论 所以我有样来看 这件事情是跟马前总统 要去香港有所关系 我这一部分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要先跟大家澄清 我们民进党的党团的办公室 记者室 有借这三位立委来 这个办记者会 但是你看看后面那个标 上面有写 三个立法委员的办公室 所以不是党团的 所以这个不是党团的记者会 那也不是说他们开了 我们就一定能够划清责任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只是说要把这个事实讲清楚 现在问题是说 其实你想想看总统府 我们大家都在公交机关办过工 我们要离开那个办公室的时候 事实上你能带走的东西不多 就是你的私人物品 那现在当然被指控了三百多箱 所以如果真的这么多箱 就不合理了 那当然刚刚明毅有澄清说 应该是没有这么多箱 所以这部分是可以厘清的事情 那就把它厘清了 厘清也还这个 多少箱就很容易厘清 但是箱子里面是什么就可以来 那当然 那你看看如果是真的有这么多箱 就显不合理了 因为照理来讲我们在办公室里面 就算我是总统 能够放多少私人物品 这个是总统府里面的 没有不是在他搬家的那个他的官邸 他这里指控的是说 他从总统府里面 那所以我是觉得这部分可以厘清 我同意民意讲的说希望以后 我们要指控的人都要拿出证据来 那其实从这个以前 从我当法官 离开法官来从政之后 我就一直这样呼吁 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法律人来从政 尤其当过法官 当过律师来从政 一个很痛苦的地方 就是说常常我们必须要 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在没有证据之下要去推测 因为证据其实有包括判断在里面 那以前法律人所受的教育的习惯是 在证据底下做判断 那你如果没有证据你要判断 那是真的是很困难 就里面猜测的成分可能是有 而且可能蛮大的 那这一点我们通常是很难 但是很奇怪 有的时候我们那个猜测 还真的蛮准的 累积很久的经验之后 那个猜测到后来 还有不少是真的实践 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方面 我赞成名义讲的指控 马前总统人是要提出证据来 那同时是不是也赶快把它查清楚 把它厘清 这个对这件事情的清楚有所帮助 另外我也同意米夢的讲法 你自己曾经说过 你会把自己禁管 结果你现在离开总统府 没有几天 你马上要去香港 这个我是觉得说 你一定要这么急吗 一定要这个时候去做这个事情 这整件事情包括马前总统 有没有印文件 而这个是不是跟马前总统要去香港 因为今天算一算今天已经9号 然后再来廉价 然后一回来以后就是13号了 所以很快就要一翻两电眼 它有没有关联性 而在这个节骨眼上 除了有民党的委员出来开认记者会 明显 昨天到今天最大的一个新闻 今天四大报一打开 全部都是估重量 然后包括中兴金被搜 所有这些 然后你会听到 也有一些民主就讲说 这跟特征在办案的过程 甚至有人说这个到底背后 有没有是打马打匾打什么 这些到底跟什么会有关系 这里面都会有关联吗 你们好政治喔 为什么全部都要政治考量 司法让它回归司法就好 我先厘清满久这个案子好了 我过去也跑总统府 我跑总统府很久 我也常常在总统府引用东西 你到那个办公室里面吗 不是 你不是到总统办公室里面吗 记者室里面 我也在总统府里面引用 你们预报指控我 我是不是有泄密 我觉得不要看着那些 不是总统 你不用抬到自己 你没有泄密的那个 没有 你也在总统府 有印过资料啊 我没有 所以不要看着那些 生一个子 真的是还要举证 那我认为说 这一次当然民郎去告 我觉得是他在替马银九 不去香港找理由 真的在铺陈这理由嘛 你看嘛 蔡英文不让阿扁 那蔡英文让阿扁就说 可以去那个出席募款餐会 那独派一片叫好嘛 那可是 没有让他出席 这个中间你用这个名字 好啦 就是去那个募款餐会旁边的 一个VIP的一个贵宾包厢嘛 那当然有隔开啦 不同楼层啦 那如果是蔡英文最后审查说 不让阿扁去 不让那个马银九去 去那个香港的话 其实是整个都是公开的喔 几个小时 去演讲回来 也没有见政治人物 就是全程都公开 也媒体跟你觉得外面 包括中间 甚至一些媒体 会不会比较中间人士 或比较南军这边 会不会翻弹 一定会的嘛 所以现在根本在找理由嘛 铺陈不让 就是说总统府 不让马银九去的一个理由嘛 你想我认为会让他去 嗯 我认为会让他去 不管 反正这个就是各自出城 这一次当然说 郭正亮今天爆出来这个 就是说 当然最后拿一亿交保 这是天价啦 当然过去也有几亿交保 更高的 可是一亿交保 外面会不会认为有问题 你他交保金那么高的话 当然郭正亮出来 不是郭正亮 郭正亮 没有这种财力 估重量有这种财力 是真的还蛮厉害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 太小看他了 好他有没有有 我不晓得了 可是估重量有 估重量有嘛 那这案子老实讲 金管会今天我们的不分区立委 曾明宗 去年担任金管会主委 他说这是去年 去年初上半年接获检举 那已经调查那么久 他已经早就已经提报给检掉了 为什么到隔了十几个月 甚至隔了一年多 那到今年才开始征办 我也搞不清楚啊 里面当然特征组出来解释 因为很多金流他要釐清嘛 涉及到那么大的案子 那么并购案 里面资金怎么挪动 三亿美金怎么挪动 他当然说要调查了 可是我觉得跟最近民党 要提案废除特征组还是有关 特征组他当然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我还是有能力办大案 所以指标性的 那估重量办出来 我觉得这是指标性的大案 那看要最后会不会起诉 会不会起诉 这案子怎么办下去才比较重要 可是我总是认为 那吴伟也在 我觉得说司法这部分 真的要超脱蓝绿 超脱政治 过去赋予太多他的政治意涵了 我觉得特征组当初成立的目的 就是要办一些比较政治性 你包括总统 还有那个上将以上 还有那个各部会首长 这些的案子 过去就是要有他不宜特征组的案子 他还是有办过很多大案 你包括林英诗案这些 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功能 那你民党现在要废掉特征组 他也没有政治考量 显然是有 他认为说特征组只办扁不办麻 所以他要把他废掉特征组 所以民党自己本身的动机就不单纯 所以特征组他现在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你民党废掉我 就说你有私心嘛 所以我觉得民党这一部分 是政治我觉得是干预了司法 所以民党这一部分 还是请民党放手松松手 让司法回归司法 有让他有独立办案的空间 那我们先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这整件事情 郭重量这个案子 为什么在今天晚报 连总长都要出来跟你讲说 不是老案重办 因为大家这两天都来讲说 包括郭重量当时在 阿扁前总统那个案子里头 因为有做过证 而后来还牵扯出来 有没有当时的 在侦办的检察官 有没有所谓的 叫做伪证的问题 这些都被扯出来 而这时候检察总长出来跟你讲 不是爆尿去阿博安 也没有什么旧案重办 是新的案 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政治联想在这里头呢 来 坏圈 打开现在四大报 你全部都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所看的就是郭重量被列为被告 其实整个状况 在6月8号上午的时候 这特征组 动员了448人 兵分了30多路去搜索 全台湾58个地方 还约谈94人 好 那下午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郭重量 他到了这个特征组 征讯有15个小时 一直到6月9号的清晨5点钟的时候 他就被列为被告 1亿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 那么后也看到这个郭重量 他在一个小时之内就筹到了1亿元 不过郭重量有话要说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来啊 他说这是一团误会 但事实上 他们也完全搞不出什么状况 他们来看的是 国民党立委 曾明宗就说 他说我在担任金管会主委的时候 2015年初有这个 中信金内部的人事检举 他就开始着手调查 最后移送检掉 但外界的问题就是说 特征在去年怎么没有办呢 好 那么也有名字就这么说 他们说特征组在过去的长期停马 会不会被清算呢 还要来看的是 他说菇呢曾经是帮马把匾抓到监狱 特征组呢 是拉菇打马是个高招啊 而这个时候大家来看 说是不是这个特征组 对匾对马是两样情呢 一开始来看的是说 这个特征组 他口径一致是说呢 匾案办不出来 就要全体下台 違反的这个法律原则 那么再来看的是说 这个在马前总统 现任之前还签起了三大案 像包括什么贱卖三中啊 这个富邦并北银啊 以及这个顶星政治现金案 另外有关这个阿扁的涉及到 引力公文案呢 看到2010年的时候 是马前总统还告了 这陈田总统 吸出了这个机密公文 那么当时特征组 是即刻启动搜索 查扣44箱 总共有1100多件的资料 而现在看到这绿营呢 也指控着马前总统 去侵占的机密文件 说马先任前的 从这总统府 吸出资料多达300多箱 但大家在来看的是说 特征组到底查不查 好 那这整个里头都牵涉到 大家都要问特征组 要不要查这些 但是从估重量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在想说 这件事情的搜查动作 算大了吧 因为委员本身当务法 因为像我们当务 说实话 你光看到出动400多个人 然后光证人传90几个 缤纷50几处 而且各位你知道 这样一搜完以后 接下来在问案的过程 你知道问到兵荒马乱吗 有多少人要问你知道吗 这整个案子 绝对算是一个大案子 只是这个大案子 突然之间 好像天上掉下了 一个大案子 然后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各位 这件事情怎么会 好像大家 从昨天到今天 突然之间有一个 这么大的案子 连总长都要出来跟你讲 你们不要怀疑任何东西 没有什么以前的案子 现在要办 或是有人在讲说 是不是跟阿扁前总统一些的 那个时候办案 作证人有关系 都没有 就是一个新案 只是去年立案到现在而已 如果是一个新案 特程组发的那个新闻稿 强调是百亿掏空案 事实上很多标题都这样下 结果那个百亿事实上 大部分都是2003到2007 就是红火那个案子 相关的金钱 所以真正如果是新的市政 坦白讲还是内湖那个大楼 就是金管会金检局交办 移送到这个特程组的资料 那个资料事实上真正 我看的那些描述 包括说什么高低价 涉潜掏空 我看没有超过10亿 没有超过10亿需要动员到58路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我觉得有点不成比例 那难道你是红火案发现新政吗 比如说估重量放到各个 他能够实际控制的一些公司里面 那你有新的市政吗 那看起来又没有 我看不到那些资料 因为红火案我们去回顾一下 估重量是2005年被约谈 到2009年才起诉 到现在是二审 被判了9年8个月 那表示这个案子 事实上已经很确定了 那跟这个案子应该是完全无关嘛 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案子如果真的有关 应该只有就是所谓的买卖大楼 做高低价的涉潜掏空 转到自己的私人账户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跟国保 那里面可能还有一个案外案 说国保是不是涉及内线交易等等 这个就有点诡异了 就是会不会主角不是估重量 那是谁 会不会主角是朱果荣 是国保的 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想 因为邓文聪信服人寿 他被抓进去之后 那很多人就怀疑说跟国保有没有关系 可是就抓不到证据 可是事实上这个案子 特征组也是盯住了 所以我认为他可能是在追国保 然后追追追追 又追到跟中信人寿有关系 然后又过来再追中信集团 我的感觉 不然如果是以估重量为主的一个案子 怎么会 怎么可能是这么大的一个案子 扯成这个样子 有点匪夷所思 可是如果跟国保有关系的话 基本上他就跟政治敏感上面来讲的话 没有什么样 因为有很多人在讲说 特征刚才明显也讲 特征刚好又面对要成为与否 因为谢律师我跟你讲 特征组的处理可以有两种方式 你可以人事改组 你可以把检测官重新洗掉 你可以成立三班 四班 那应该六班了 因为现在五班到六班 换人不要换主事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换人 换人也是会掌握在民进党手里 因为你检察总长会换人 那总统也换人 所以我说你说这个是 民进党想要洗牌 洗牌可以换人 因为检察总长会是你的人 那制度上的去除特征组 这是另外一种意见 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我认为邱代三还没有定案 OK OK 我先回答一下 今天每一张看起来是跟朱国龙这个人有关 朱国龙过去是国保集团的没有错 但是他牵涉到这一件不是国保 他这一件是台售保病中心的 人寿 因为朱国龙后来有去持有不少台售保的股份 病的过程中不是波波折折吗 所以那个检举也是为了这个中性人寿病台售保的这个问题被检举的 我现在回过头来说这个时机是有点巧合 要不要讲给大家听 其实我们废特征组的那个提案是为了这个马英九斗王金平 黄世民用特征组去这个监听然后去做泄密这些问题嘛 当时在立法院提出做成决议叫黄世民下台 但是那个决议嘛政府没有要遵守 当时有提出废特征组的表决而且竞赴而读 第一次表决这个非常的接近 要重复表决的时候国民党提善会东义 他不敢让他表决 那时候如果表决搞不好那时候就废掉了 那其实就我们的时审来讲 我们下个礼拜本来要审废除特征组这个立法院的 下个礼拜本来下个礼拜要审 所以在这个时候发动就让大家知道 那这个时候发动是不是有巧合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时候发动 这个时候我们下个礼拜 如果照我们原来的时审去审的话 会有很多人来开始讲说 你是为了这个估重量去解套 所以你要把特征组干掉等等 所以这个对于立法院的民进党党同来讲 的确有点投鼠忌器 那所以我今天下午有跟我们柯总招在商量说怎么办 反而我们下个礼拜要来审废除特征组 这个大家要来凝聚公事 就是要动手了 那当然就像这个阿亮刚刚讲的 其实没有意见还没有完全一致 但是绝大部分的党团成全是希望 所以你刚刚讲说如果下礼拜真的 因为虽然你们本来已经排了 但如果下礼拜真的这样的话 会造成一个错觉就是 因为估重量毕竟这个案子已经被先发动了 所以感觉上你们就是为了估重量去把特征组干掉 所以我们下个我们今天下午才会去商量说 是不是这个要讨论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站为丫鬟一点 OK 那我是要讲说其实民进党党团的成全 绝大多数是要站成要把特征组废掉 就像刚刚郑亮松所讲的 其实民进党不是为了要 是不是特征组办谁不办谁 因为我现在可以把人换掉啊 换掉就变成民进党来御用 我觉得这样不对 第一个你想想看 当然他有权利可以办这种案 这个案跟五院院长跟部长跟总统 跟三星商家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特征组来办 还有一个叫国内重大 他有一个例外的案子 国大竞技 所以他才要把它讲得很严重 那事实上如果 事实上如果是中性人受病台受保 没有严重到 没有严重到郭正亮刚刚讲的百亿 真的没有严重 总金额也没有百亿 总金额只有54亿 总金额只有54亿 怎么有办法掏空百亿 可是他买那个价格并不会离谱 重不重要是主观的训证 那当然他来办 他一定是主张之后这重要嘛 那这里就是一个问题 我弄一个这样的特征组干嘛呢 地检署有黑金 重大的黑金专案专股 地检署的检察官也可以发动去办啊 那所以我们这讲说我们这些考虑要不要 特征组存在是制度性的问题 当然考虑到他的存在很容易变成政策的工具 有变成那样的可能性 因为你高层的人如果心把持不定 我有一个东厂我用不用了 这是人性的试验喔 我会不会将来 我不是讲现在的执政者 将来哪有人 如果这个地区存在 将来有没有人会 拿这东西来打击政敌的 当然 所以我们是民进党是考虑这个东西 说应该要让它回归常态化 那的确我是想说 现在因为发生这些事情 我们这个整个的时辰可能会压后 但是将来 自救策略 我们将来 我也不敢这样讲 我说因为有点巧合的事件 我也不愿意讲说 是不是就直接是这样的思考 但是我们很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会压后 压后来讨论 所以黄老师来看这只是特征所在自救吗 包括也有民主主说这里面还是有很多政治遗憾 其实遗憾是要打马 因为民进党要废特征所这些事情 其实外面都知道 所以特征所一定知道 那我觉得那里面什么民主主主讲说 因为菇曾经帮过把扁抓到监狱 这里面完全搞错 其实有两个菇 你知道吗 事实上一个叫何姓菇 一个叫中姓菇 事实上阿扁坐牢 到现在唯一定验就龙坛够地 因为我自己跟何姓菇是好朋友 这有一天这个菇曾经就到我家来 那他谈到龙坛够地案的时候 他他其实差一点落泪 因为当时他们家很惨 你知道吗 他们家甚至于菇政府先生在病危的时候 曾经想对外宣布破产 那他没办法 那我其实菇曾经没有讲过任何一个中姓菇的坏话 但是我推测了 因为龙坛是他们两家共有的 当时我推测认为说 因为中姓菇怕说连累到他们嘛 所以想赶快把地卖掉 这样才能分嘛 那中姓菇事实上跟扁家很好 怎么会 怎么中姓菇会把那个麻 他搭给他 黄老师 我们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黄老师 何姓菇就是从菇政府先生一卖下来的 中姓菇就是直指 胡连宋那一卖下来 所以你现在看到中姓菇或什么 是中姓菇这一卖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龙坛够地案 所以阿扁坐牢 那阿扁坐牢那时候其实是因为 中姓菇去找扁嫂 所以因为中姓菇 我的猜想是怕说 万一那个那家快垮了你知道吗 或拖累到他们 趕快分产 那分产一定 土地没办法分了 就趕快卖掉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那句话是完全不对 所以我宁愿相信这件事情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可能是特政组想做个大案 你们民党那种要废特政组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非常大都知道你知道吗 也许这是个挡箭牌 所以你们时期确实不太好 另外一个我宁愿相信是真的是一个 纯粹的事法案件 所以我觉得我宁愿相信 就是说中姓菇那边 他们的价值观 我认为价值观出了问题 你知道吗 事实上 事实上这两家 我常常讲这两家的形象 其实很不一样 我们自己跟他们接触 形象真的非常不一样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我在办高中生的品德营 包括教师的品德营 全部都何姓菇在出钱你知道吗 那中姓菇最近形象 中姓菇 中姓菇重量一直在做公益方面 但是他现在就是因为他后来出了事 所以他现在搞兄弟像是没有错 但他们 我觉得他们逻辑有问题 你知道吗 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经 我上上礼拜 我去那个中姓云去办办东西 因为我们台大跟中姓云是有联名卡 所以我们有个账户在那边 然后那小姐跟我讲说 你现在你那个 我有几十万那个存款 然后你要不要投资啊 我说不用投资 我从来不投资 他说这样你会怎么样 理财才会比较好 我说我从来不在乎这些东西 他说我说钱够用就好 他说怎么会钱越多越好 我就跟他讲说 我比你的菇重量还快乐 你知道吗 我一直说其实我常跟他讲说 对我们念哲学而言 钱多不重要 是你会用钱才重要 那他们中姓菇 其实很在乎 钱不断累积 不断累积 他以为这样就比较好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他们价值观出了问题 像他那么有钱 还要搞掏空来干什么 还不能确定 因为他跟你讲就是误会 我说会有误解 但是空穴不来风 他的案子又不是只有一个 所以我觉得 我的意思是觉得说 我宁愿相信他是纯粹司法案件 那我觉得如果是扯上政治问题 我唯一想到的是 我唯一想到的是特征组这样子 另外一个想到的是 可能要告诉 因为孤中南跟匾家很好嘛 可能要跟匾家总说 你们不要再出难题给政府了 你知道吗 孤中南还从日本回来作证 我必须这样讲 这件事情 像包嘎嘎主持人讲说 这个没有 这个现在还是在讨论 刚才老师说 是不是要你何必还去搞掏空 我们都不敢往下断言 到这种程度 一亿交保都不敢往下断言 因为孤中南出来就跟你讲 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他在说一场误会嘛 对不对 总统我发的新闻稿还是不相信 我要这两个一想 消息机比较 你说我们是多么谨慎 就这件事情 我必须这样讲 林锡三前秘书长 是不是被扮了 他是102年就被人家 他举报了 查了多久 查了三年 有人说又看选举全部查 选举以后才来 又说是动机论 查了三年 你又说我不早一点 好 现在这个案子查了一年 为什么这么早 为什么慢一点 为什么早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司法这样秤斤秤凉 台湾会玩国 我要告诉你 我认为 我自己做了一点点功课 我不懂 但是我做了一点功课 为什么一亿啊 他是比较行情 郭正亮的时候不会有一亿 他不是史上最高 史上最高的是王令玲 三亿五千万 我去查一下 他那个涉嫌掏空案是多少钱 412亿 这个案子呢 阿亮我刚才说不要乱背书 原因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也许这个只是几千万一两亿的什么价差 可是大家查出来有三亿 在一个幽灵公司 或是人头公司里面 三亿美金啊 那差不多90亿 所以他是大概他的四分之一 如果他3.5亿的话 换算回来 一亿的保质金 你算一算这数字差不多耶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空穴来风的 现在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让司法 可是我要回来讲特征组 照刚才阿亮的说法 我觉得应该要维持特征组的留下来 为什么你可以让他改组 不要废掉他 可是按照刚才吴委员讲的 甚至于过去民进党 对这个特征组的行硕的 就是什么东厂 就是谁执政就是谁的东厂 你最常听到一个就是半扁不半嘛 对就是总长是我的人 所以其实特征组的目的 现在是民进党执政 对我告诉你 所以我希望你们 我希望你们不要废掉他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可以不受到政治影响 才要特征组 我刚刚告诉你们 就像是不是我讲的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 我跟你讲 组织的越最高层 越接近宪法 所固定的机锅 一定是越政治影响 我也可以政治逻辑 或是政治 合理的推论就是 你们怕特征组 所以你们把它废掉 我可不可以这样突然 我可不可以这样 我就把它废掉 我就把它废掉就好了 我可以告诉你 藍的说特征组办估重量 因为估重量是藍的 绿的说办估重量 因为估障是绿的 永远被办的那个人 都说特征组是对方的人 林锡三是谁的人 王金平的人 王金平是谁的人 他是办人还办绿 那些人说 因为马英九很坏 所以要支持马英九 人家说特征组都 不是 这些高院这些法官 都是支持王金平的 所以让马英九输 那王金平是谁的是蓝的 所以我用蓝绿来看司法 是完蛋的 或是王国一 我从制度面来跟你探讨 事实上有特征组 类似的机构就是日本 日本的东京特收部 是放在地检 他不是放在最高检 全世界没有用最高检 裡面去成立一个特征组 这样的机构 这只有台湾有 美国有一个接近的时候 叫独立检察官什么都能办 那也不是在最高检 他这个独立检察官制度 后来美国国会后悔 把他废掉 那证明说这不行 所以我是说 如果我们谈一个司法的制度 你去举其他国家为例 看有哪一个国家 在最高检察署裡面 弄一个特征组 最高检察署是统一法律见解的 你弄一个特征组 我觉得你刚刚那句话 我是真的站在学理角度上 没有办法认同 就是你说特征组不政治化 特征组他的政治化程度 绝对超过地尖 我一句话回应就好了 特征组我印象中 林义士特征组办的 几个大案 包括现在的林习山这些 所以特征组的功能我看到了 如果你说特征组 有没有政治性 有没有什么 举出一个例子 不是那相同的 要问一个问题 难道林义士难道林习山 这个地尖组不能办吗 这我不知道 但是特征组功能出来了 我的意思是说 特征组是有功能的 那你现在功能都不看 他办了几个大案 而且是广义而言都办蓝的 广义而言 我是给你掌声的 这些坏蛋都站在前面 好好的 一样 你要去比日本 日本没有像陈水扁这么夸张 刚才讲到何姓菇 他何菇 另外一菇是死有余菇 我要告诉你 人家企业正困难的时候 你手伸进去不是扶植企业 你在从前拉好处 这样的总统这样的夫人 据说他们还想买我们国民党的党产 结果被别人嫂叫去骂一顿 说骂到哭 我想是应该没有了 把他骂一顿 你去买国民党党产替他解套 你不要买 价格掉下来 结果别人买了 也是清律的财团 我的意思是什么 现在已经政党轮替了 我不希望这种话题再炒四年 估重量如果有这件事情 30亿美金十有余估 3亿美金 3亿美金对不起 十有余估 不能因为说这个氛围要废特征组 又把它政治化 然后又估重量 刚才有人说是蓝的 要打他来打马 也有人说他是绿的 估重量蓝的绿的 我告诉你 估重量金的 我告诉你 我告诉各位 商人利益就是利益首相 谁执政 谁手中有资源 他就跟着谁 我回应一句话 民进党探讨要不要废特征组 是站在学理的立场 以及制度上该不该这样做 所以不是像民意你想的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用这样方式去想机关的存废 我觉得这样太可怕了 虽然刚才有特别提到说 民进党是站在 也不要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制度 可是你听过 确实听过 民进党的委员那时候 在讲这件事情说 这个特征组 为什么老是半扁不半马 碰到马的所有的案子 全部都不动 然后包括这次讲公文的 有没有机密公文的事 你看三个委员出来 第一件事也是说 特征组你办不办 你办不办 就所有现在好像说 讲到就试试看说 你们到底办不办马 好像都要拿这个来试试就对了 我觉得特征组本来 他在这个办案上面 就给民众很大的存疑 我觉得当然你说是 我们现在统称是叫特征组 但是因为特征组 已经换了五六届 那每届的人都不一样 那也许是第一届的人 非常的糟糕 就说你把这个整个一个案子 把它政治化到一个程度 就说站在一排说 我一定办不出来 办不出来我就要下台等等 我觉得都不良的示范 后来几班的特征组 都完全都是采取不同的一个措施 他们不会像这个第一班那么高调 所以我觉得整个特征组 在整个台湾的社会里头 就存在一个 我不晓得是故意或是说 这无意中历史上面造成的 就是第一班那么严格 然后后面几班 都是按照原来司法的样子去办理 但是问题是你特征组 整天要给人的感觉就是 所谓的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 那你说我立法院下礼拜就要排 特征组 你这时候大动作 我相信特征组一定会有看到 立法院的议程的 那我们也不能说 反正很多司法的巧合 看起来都怪怪的 那我也不能说 你因为要护自己的特征组的东西 所以故意办估家 反正估家估重量 如果你有犯罪的话 你就一样要照办 那特征组要不要废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跟你讲 普吉文会一上台的时候 最大的作为就是把韩国特征组给废掉 你要大家还记得 他有个很大的招牌 然后用那个什么 把他弄掉 所以说特征组在司法体系里头 本来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组织 我说实在特征组 其实每个位总长去做 对于特征组的看法并不一样 就说以前比如说第一班或是第几班的时候 他对于要不要成立特征组 他有比较强烈的意见 可是这位颜大和 据他的学生都告诉很多人 就说他本身对于特征组这样的制度 他本身也有存疑 就说他应该觉得要回归这个正常的递检 或是这个整个司法系统里头 不能有一个特别侦察组 可是这样看起来好像又维持住了特征组 可是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司法 司法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要说你改革司法 就是大家看不懂你司法到底在搞什么 你觉得在马总统的任内 以你自己的感觉 你觉得马总统有在用总统的身份 去利用特征组打击政治异己的感觉吗 特征组的人 没有他只是保护自己 我没有说他打击异己 你说马总统利用特征组保护自己 当然有 他逗王金平不是就是利用他的监听 然后黄世民去泄密 他就会保护自己不去吗 就说你看这个 但这应该是马英九被动的 因为黄世民去报告 我刚才黄世民自己当检查之后 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他应该知道啊 我可以挑战一个观念 明鳳刚才这样讲 或者是刚才委员讲的学理 我请问观众朋友 你手边有手机马上Google一下 特征组谁成立的 是阿扁成立的 所以就要废掉 那你今天是干嘛 他不然照你的逻辑 所以就要废掉 你要说第一线 我告诉你 同样查这种金流 你要说 我可以同意特征组 说去年立案 他要花时间 他要花时间 那我请问你 你查其他政治人物的金流 你有这么详细吗 譬如哪些政治人物呢 你还要讲吗 所以我刚才 我刚才就讲 我刚才讲 特征组的成效 12345放在那边 我有看到 特征组 你看到什么 特征组被指引的东西 都是想当然而 没有事实证据 2007年4月2号 陈水扁前总统 成立特征组 在最高检察署里面 我们是给予掌声的 那你发现不对 就要废掉 就要转弯啊 今天不对的理由是什么 他办了这么多大案 不对于是参与政争啊 这一点 我其实这一点 不太同意那个民意的讲法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一个制度成立 当时其实阿扁成立 执行的结果 受到外界这么多的质疑 那我都觉得 其实是要重新思考 就是说 其实司法这种事情 我们很怕司法被政治介入 但如果 如果你今天让人家质疑 说你是不公正的 其实司法的贞结被怀疑 我都觉得就要重新思考 我多不道一句话 我是司法官特考及格 其实法官跟检察官一起训练 大家都有学长学弟的关系 我在这边很不客气讲 介入真正的不自由 不是只有黄世美 帮他开车 那个主任出来开记者会的 还有那个 把资料泄密的那个检察官 我们司法界很宽容 他们两个还没有拿来法办 我那时候坐在那边 我一直讲 这个是泄密的共犯 到现在还没有法办他们 所以特征组的检察官 当到自己去犯罪 我觉得我们把这个制度再留下来 真的很不好 那我是讲说 你说马英九有没有利用特征组 你说他是被动的 当然你可以这样解释 我不这样认为 不过这我要插一句话 就是说会犯罪的司法人员 不是只有特征组 这没有错 所以制度上面 我是觉得说 我们探讨制度上面 这个制度是说 如果我们要比较 如果从历史上来看 明朝的东厂对于查查 对于帮皇帝做殷犬 去监听去监视 有没有效 有效啊 不然的话 这个干嘛要去成立警衣卫呢 警衣卫的来源就是明成主 因为他禁难之后 他很担心那些大臣去指责他 是不是有去搞这个 是不是说他是叛乱 后来得到防卫 他派了很多的警衣卫去监视这些人 被他抓到毛病的就是抓来杀 所以我举这样子的例子就是说 不能够以他有办的案 因为他办的案别人也可以办 你不能说因为他有办案 接受 接受 我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刚才在讲 马英九泄密案 马英九泄密案 他现在下来可以办他 黄世民 黄世民是个大笨头 警察变小偷 可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监听是非法监听吗 是啊 有没有官说这件事情 现在就是证明非法监听 你不要有法监管 对不起 我又伤到我们自己人 我坦白必须讲 柯建民 柯总召 有没有透过立法院长 打过这通电话 这是事实 我坐在你一个位置上 我还在批评 我说我非常尊重王金平院长 但这件事情我不能够接受 一个在野党最大党魁 如果换作信念 是国民党在野党最大党魁 透过苏家权打个电话去关说 有罪便没罪 不是在上诉了 你可以接受吗委员 所以卸命案要办 你讲这个是你自己描绘的 不是后面认定的事实 不是 这是事实 不是 这是事实 法院认定的事实 不是像你讲的这样吧 如果 不是 这本来就是事实 法院认定的事实 不是你讲的这样 如果是这样 你把判决书拿出来看一下 俄总招有没有 但当天我说到今天 那个要成什么黄 我还跟他对话 CALL YOU 你是要说什么 你比你房源報 一件事情是 马总统跳出来讲这件事情 司法还没有审判 所以那个卸命要办 所以这个是 我的前提是 那是不同案 对 我说 黄世民卸命案 把资料给马英九 他已经付出代价 马总统有没有 他看了这个资料 有没有卸命 现在要办他 可是为什么会有卸命案 因为前面有人说 你刚刚讲话讲得很好 听说你以后讨论事情 都要拿出证据来 都要有才指控 好啊 你现在一直指控这件事情 你把证据拿出来 你把判决书拿出来 你把判决书拿出来 这他自己承认的 这件事情是有司法判决的 没有你讲的这样 检察长自己口音进来承认 这个电话他承认 他接了这个电话 问题是判决书里面没有认定 他有官书案 你拿一个判决书出来好不好 判决书的内容 有没有官书案 是法律认定 当事人都接到了 立法院院长的电话 这是端午节 对 那刚才讨论的是 因为这些延伸出来说 大家在说 当时特征在办 就是包括连马王政争 那是2013年的事吧 OK 你不是看重播好不好 确实是 因为这些都会有关系 那我讲比较近的事 我们的政党对特征会 这么不幸的 我坦白讲 半免不半马不是主要 是因为最近 他把建卖三中党产案 富邦并台北营 签结 签结 就突然赶在马英九 看到些人之前签结 所以是报复性手段 我跟你讲 这三个案子 所有的人都认为 还没有追究完 所有的人都认为 如果再往下查 只要马英九不是总统 就会有新的证人 愿意被约谈 为什么特征组 这个时候要签结 就是你做出一些动作 你不能自己解释 所以这个不只是 伴谁的问题 还包括他向某些人示好 这才是问题 最明显这才是问题之所在 我觉得说 如果要废特征组 你从制度面 要去讨论他的存废 我可以接受 可是你不要从政治面 去论他的存废 没有 副委员刚刚刚讲说 这三个案子的先 这是先进 还是从政治面 你认为不能再查 他刚刚讲说 所有人 所有人是什么人 所有人认为说 马英九在三中 一定有问题 你的资料比较多 还是特征组手上的资料 现在你约谈不到 特征组有没有去约谈 那些所有三中 所有三中 指证人家不敢出来 不 现在你们持证了 这证能出来 已经是天洁了 天洁你们拿出新式证 人家可以从序调查 我觉得阿亮在模糊焦点 真的 还是希望从制度面的存备 那特征组 假设一个状况 特征组被调 那他的所有权责回到哪里 地检署啊 检查总长的部分 可以指挥办案嘛 检查总长那部分 我们回到历史 再来复习一下好不好 我跟你讲 扁案在查案的时候 那时候艾格蒙请之来的时候 检查总长是谁 陈聪明 陈聪明有没有押案 那时候调查局长 叶胜茂去跟阿扁报告的时候 后来叶胜茂 请之押下来嘛 叶胜茂又已经跟陈聪明报告 陈聪明还是说压下来嘛 所以过去回到制度面来看 检查总长他是 他是那个高层任命的 这其实都是人啊 都不错 所以啊 你人就会出问题 你怎么从制度面去把它完善 没错 所以回到最后 你特征组 真的还是要从制度面去检讨 他的存备 而不是从报复手段 或他的一个说 半扁不半马 刚刚阿娘这种想法 反映的也是很多 明朗立委的想法 就是在一种报复性的手段 在备除特征组 这没有什么报复性啊 你一个单位 司法的社会 对你的信心这么低 社会是你的社会 还是我的社会呢 我认为特征组很好 整个社会都对特征组 你可以调查嘛 特征组不要变 现在民党执政 我相信民党政府 特征组跟连政署都要废掉 这个机关都很适多的 现在民党执政 让民进党政府 让邱泰山 司法单位啊 不是 现在民党政府 我们相信民党政府 请民党把特征组 通通犯掉 你连政署都要废说 就你办一个路跑 真的很奇怪耶 又不是连政署 你骂我 可是这件事情 当民党特别讲到说 OK 那像这些 不管是有没有因为人 或民党的委员 是不是都怀着 这样的想法 所以要废特征组 或怎么样 那民党请问一下 你们现在对于在党产 所谓不当党产这件事 你们也是觉得 民进党就是这样 抄家灭族式的对你们 党产一个啦 我这样讲 党产条例现在 不管说前几天在立法院 最后确认议事录 这一个 就说要完成初审 最后要确认议事录 确实陈景办 在主持的时候 最后在确认议事录 上会动议的时候 他程序上是有瑕疵的 他没有清点人数嘛 那表决的时候 上会动议是要表决 他没有清点人数 表决结果也没有讲 最后就讲说上会嘛 那一个程序上是有瑕疵的 那党产条例 现在我觉得在这个会期 要交付二三堵 是有可能的嘛 因为民党就多数嘛 你没办法挡嘛 那进入院会之后 二三堵确实也有可能 那对国民党来讲 国民党有几个救济的程序嘛 如果真的民党 真的要强行表决通过的话 这法律里面有很多 确实跟宪法有抵触 譬如说 第一个 他清查是要到 是要到六七十年所有的证据 国民党自己要举证耶 可是你就民法上 有一些那个 譬如说报税资料 税级资料是七年 那其他的地级资料 是十五年 那你要国民党 举证到七十几年 所有的资料 我们怎么去举证啊 所以这部分 你们要试线吗 这部分确实跟宪法 有抵触的嘛 跟人民财产保障 这一块 国民党只有 如果说在立马院 我认为这案子 有可能在院会二三读之前 还会协商一个月啦 那协商的时候 民党应该就这版本 外界有疑虑 因为开始已经各界 包括法界 学界都有意见嘛 所以民党赶快这版本 在协商期 一个月协商期 看能不能做修正啦 那第二个 对国民党来讲 这案子绝对 应该要采取的策略喔 就是你就法律上 还有究竟程序嘛 宪法官司是要打嘛 还有包括我们几个 那个新管会主委 邱大展也这么讲 我认为是要速战速决啊 民党请问一下 媒体上有说 国民党有少壮派委员 可能会有点类似窝里反 就是他们也觉得党产 对他们来讲 是负面包袱 压力太重 所以不会听党中央的指挥 媒体有这样 你一定看过这样的报道 不要用窝里反条款 或吹哨子条款啦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说 党产出力 他的策略选择嘛 那很多栏委 确实有不同的想法 我归就 我把它整理成两种啦 一个就是认为说 速战速决 你赶快 因为民党现在不听嘛 他们现在就是说 就是要强行表决 就要给你通过嘛 所以速战速决 去打宪法官司 第二个 有一派有一部分的委员认为说 在立法院就是 要跟民党梭理 可是民党现在跟他梭理 讲不通嘛 那你在讲不通的时候 在立法院很多程序 你就是被民党一直淋死 你越阻挡的时候 人家认为说 你是在为自己党场在捍卫 当然会 对一些立委来讲 老子讲 因为他们有选区压力 他们多少就会比较挣扎 就这种想法 可是我认为说 打宪法官司 这个是邱大展 党内意见 慢慢已经凝聚成共识了 OK OK 不光是看到邱大展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他认为这个法案根本就什么 超加灭族 有这些定论的 好像回到了这个秦始皇时代 现在国民党话要说的这么的直吗 不 我的想法是绝招 其实我一向认为说 党产条例如果成立的话 对国民党不见得是个坏事 真的 你要讲超加灭族 你要拿出理由来说服民众 我宁愿希望国民党花点时间认真研究 他们这个不当党产条例怎么成立 每一个条例里面怎么超加灭族 如果是转型正义变成转型不正义 输出全民嘛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今天你只是为自己党产辩护 你为美租领检出这件事情辩护 老百姓觉得你在为他们 如果只是为自己党产辩护 别说你在为你自己啊 所以你没有说服力你知道吗 我反而觉得说国民党要有这样准备 其实国民党真的破产 不见得是个坏事 我觉得国民党如果要靠钱才能选举 永远吸引能力很差 只有钱才能选举的人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样想 当初说他革命的时候有什么钱 什么钱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如果民进党太过分 人民会还给国民党一个公道 所以你们要想办法准备 民进党打算准备的条例 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他超加灭族 你每一点提出来说这次太过了 如果转型正义变业不正义的时候 人民会同情你啊 我想第一个逻辑上自己就互相矛盾 他不是说一直讲说党产没有了 党产他们不在乎 每一个都誓言淡淡这样讲 结果在立法院的时候是焦土抗战 焦土他那个到讲到没话 连不合理的完全都没有尝识的话 都拿出来再讲 大家不要忘了 现在立法院审查法案是全程转播的 用功一点回去看看全程转播是怎么审查的嘛 现在都是拿口号 什么抄家灭族 什么焚书坑乳 连青死亡都拿出来了 然后你们谈的那个口号 我如果是第三者我都看不下去 今天超党产明天超家产 要超谁的家产 你刚刚谈到那个东西是一个 举证责任的倒置的问题 就说假设你这个财产 你讲不出他的来源 你没有办法提出他正当合法来源的理由 推定推定是还可以 将来还可以反正 这个是这个学法律员都知道 先推定为他不当党产 暂时不能移转 等到你能够证明他是党产 他的合法来源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处分 是这样子的一个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 他里面为了要让这个有公正性 他委员是11到13人 然后每一个党的党派的成员 最多不可以超过三分之一 是要社会各界大家一起来 所以我是觉得你们现在就是把它想成说 因为这个是对你们的党产 你又认为这事实上是因为你们的来路 真的该检讨的地方很多 我再说一次 所有的审查都是直播的 你有兴趣的话 就内政司法法治 以及财政联席审查的全程的过程 你把它调出来看 那有资料 我比如说一句 他们认定当与不当 就是行政院一个专案小组 那只要认定不当 譬如说过 连过去几十年认定不当 那些全部都要追证 譬如说李登威时期 把地保卖给洪胜那90亿 变成都要追证 那当然啊 所以国民党要还那90亿 那一个地是日本放送协会的地 这个多少的资料就是证明 日本放送协会的地 应该是属于全国国民的吧 对如果好 如果你认定当与不当 那你是像现在国民党追证 还是像李登威追证 那为什么会让国民党拿去卖 除非你能够证明 那91卖掉之后 是李登威拿去啊 如果这卖的91是归国民党党产 我当然是跟国民党拿啊 對不對 而且钱拿到的时候是归国库 来做照顾社会弱势 没有事实 没有说我把你抄了之后 变成我的 我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很多在抄别人财产的时候 都说我来照顾弱势 国民党不怕抄 现在国民党很多人不敢出来辩护 因为这是一个炸弹 没有人愿意去报他 国民党党产对我们这一代而言 是包裹不是资产 所以我们希望清干净 可是最近民进党的作为呢 我必须这样讲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你不要高估了人民对于国民党的恨 你也不要低估了人民对于执政党的怨 还在搞这种事情我接受 但是刚才明显讲的是什么 接受就不用讲那么多了 对不起 我要讲的是 你要去把不合理的东西变为合理 接受 不法的改变 接受 可是不当 你要回溯到1946年 对不起 我还没有出声 很多人都没出声 我们都还没有出声 民国35年 国民党所有交易 买卖什么东西 你讲不出来就是不当 为什么要许这责任之道治 应该是不法 你证明我不法 我不但要吐出来 我还要坐牢 我还要负责任 现在不是 现在你说不出来就是 你这就是差大 我到你家 你这个花瓶什么时候买的 讲不出来 冲空 而且你就是贼 可以这样干吗 今天也许人民对国民党很恨 你这样对国民党 国民党抬手 可是我告诉你 我不怕民进党少数的暴力 我怕多数老百姓的沉默 今天可以对国民党这样子 下次可以对别人这样子 所以去抄国民党没意见 我要呼吁自己本党 老实我讲 我呼吁本党 我们洪主席 就回到司法的战场上面 我们讲就是不好听的 这个委员会可以比法官还大 我们就让法官来 拜托你们一条一条告 一条一条查 我还是要讲一句话 国民党目前这个局面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国民党自己要认真 所以要看出来 你要认真 你要去说服人民 就假设你今天真的被 民党真的是抄家灭族 你要讲出一个理由 为什么抄家灭族 你要说服群众才有用 你现在骂民党有什么用 他就要这样干 所以我们自己要 国民党自己要认真 老实我担心的 不是国民党多少家长被抄 我给你抄干净 对我们俩是好的 我担心的是 这样的法律 把举证执任倒置 你讲不出来你家花瓶 是民国几年买的 你就是贼 这就是账务 可以这样干吗 大律师 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 我不曉得国伟 现在看起来 其实国民党的红主席 下达的指令 有点类似焦土抗争 就是二毒三毒 绝对不能拉过 可是你以实力来看的话 三几席跟七几席就有差 那问题怎么样 接下来就每一次到院会 因为光在委员会 省一个议事录 大家就可以打成这样 那形象更差了 那到院会去不是更惨 刚刚明毅说 说不要高估人民 对国民党的怨 对国民党的恨 那你也不要低估人民 对党产的恨 我完全接受 是嘛 所以国民党跟党产 是两个东西 政党可以随时轮替 党产就只有一个 大家就认为这是特权 是威权的产物 是不合理的 是抢劫 贪污 用政治特权搞的 那总统贪污进来的钱 是不是应该 另外一回事 你看又来了 他已经坐牢了 你不是想财产吗 他已经坐牢了 你不是想说只要贪污的人 都要想 不要岔开的话题 到了党产调查委员会 到最后 是不是过当 是每一个个案的问题 那个还可以向法院申请救济 为什么我们一定受伤害 你要我去救济呢 你先帮我打一顿 所谓的救济就是 你可以去法院申诉 你帮我打一顿 你可以去申诉 有救济管道 如果你们要开大门走大路 国民党摊出来给你一条一条检验 我可以告诉你 就像刚才讲的 帝宝 钱有没有到台中宴去 我比你想知道 OK 来来来 那真奇怪 那你们就自己公布 就公布啦 华豪雄也查了 你们也查了八年 我跟你讲 为什么会查不到 因为那个时候 国民党立法院还是多数嘛 黄雄问的人敢讲真话吗 搞不好你国民党 就把那个政府的预算给砍了 然后那个时候你要征询 事实上 你也没有什么真正的 这个授予的征讯权啊 所以我说这个法 一定要超越公司法之后 才有办法真正做调查嘛 可是真正开始调查之后 如果国民党真的要开诚布公 自己就公开嘛 比如说我刚刚念那几个案子 商中交易案 我们就认为非常有问题嘛 国发院交易案 本来就很有问题嘛 你刚刚都讲地保 那个中央港部交易案 本来就有问题 那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能公布呢 我们也想知道 所以你们要广开把它查出来 你真是奇怪嘛 你是国民党 你是实证党 你真是奇怪 你们自己的党 黑鸡骂鸡一大堆 阿亮 然后你自己才问我说 阿亮 我也不知道 阿亮 我告诉你 我就说了 青壮派对于党产 恨不得广开丢出来 那你就不要 但是我要告诉 但是我刚刚就有过 我不怕你们少数的暴力 我怕多数的沉默 我要跟观众别人讲清楚 现在我在认述的东西 不是国民党多少被抄 抄干净最好 我跟你讲老百姓看到了 就是国民党不惜流血 要保护党产 那国民党会更惨 国民党不但破产 目前就是这样子 国民党不但破产 会消灭在台湾的政策上面 国民党如果交土政策的话 如果我们的立法委员 是用那种意识手段交土政策 我可以告诉你 对于我们来讲 但现在看起来 不就是这样子 这是苟言残喘 国民党在立法院曾经多数 现在民党多数 他如果制定的法案 是不合民意的 所以我说一定要 你们要准备 他们将来就变少数 民主政治只有这个逻辑 没有别的逻辑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 党产问题 你们国民党中央 应该要看清楚局势 现在几乎是分两派 那些去动员 通常是不分区的立委 可是为什么区域的人不敢去 就是区域就充分 反映民意对于党产 这些事情的一个看法 所以你们为什么要去抵抗 我就完全不了解 然后你们抵抗 又抵抗得很荒腔走板 连议事规则 跟很明显只会说 你们表决人数没有算清楚 可是议事入动已经通过 那你要抗议议事入 应该输灭 我告诉你外界 对于你们抗争党产 不会听到你们说 什么有我们爱叫什么 抄家灭族 我们只看到你们很多 资深的立委 连任那么多届 连立法院的议事规则 都搞不清楚嘛 所以我觉得说立法 国民党的立院党团 第一个你就 你就听区域立委的 区域立委是完全第一线 面对民意 这个党产对他们的选举 是好是坏 他们一清二楚 他们为什么不参与那天的抗争 态度已经很清楚了 可是你党中要硬是 要他们去加入吗 还是要面对让整个党 继续整个在选举中挫败吗 那即使要抗争 你们要抗争 要认真一点啊 你书面都没有 王金平 大家说也是取笑你们 每天都骂王金平 结果王金平不在 你们连议事规则都不懂 不是民工 我的主张 国民党就把党产 如果还有多少 拿出来给你们查 用国家机器去查 你们现在定度一个制度是 我讲不出这个花瓶是 民国企业卖的 到底去质疑洪秀柱吧 我刚才在这边已经讲了 我跟妳讲这件事情 就给人家感觉洪秀柱 在为自己的连任护露嘛 阿亮我刚才告诉你 阿亮我刚才就讲 今天来抄国民党的家产 我觉得应该抄 包括台中院 包括我们的国发院的土地 该抄 我们想知道答案 可是不是用定律这样的法律 让党中央来说一下 因为你们都不做啊 不定这样的法律 你们要怎么做 所以党这样的法律 要怎么做 哪里党中央 所以对面三个 在刚刚塞车的议题之后 已经终于活过来了 火力真的好猛喔 我认为推动一部 合法合线 那合乎民意的 党产条例 也是国民党所要求的 我就说 你夾一下 你夾一下去败 你还会疼嘛 国民党你不能说 你推到目前 这种党产 确实是让国民党 未来确实会面临到 可能确实 就是面临到 官党或破产的 一个可能的情况底下 你不能叫他 都不要挨啊 会挨嘛 所以你如何 你定一个合法合线 那如何去执行 譬如说 现在很多法条 都有点自爱来行嘛 有抵触宪法的情况 国民党挨是挨家 那并不是说 我们在挨 我们就反改革嘛 我们也是要推动改革啊 譬如说 对民意哥来讲 他参与完 党庄补助 5万块 所以党产对他们有影响吗 完全没有啊 所以并不能说 国民党目前在 我说你提出一个 党产处理条例好不好 我们也有版本嘛 在立法院啊 根本不通嘛 所以我还是建议啦 未来一个月协商情 真的两本可以拉近一下 我倒认为 属实生可以邀请两方 反正的 不是 来啊 这边来辩论一下 让老师的那种说法 如果你们高估了 人民对国民党的恨 低估了人民对执政党的怨 你们会受伤 如果我们自己感觉良好 我们会继续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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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议委先辩论一下嘛 一句话 这一个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 是经过了人家学者专家 研究之后立的法 你在这边就是空口白话 你们因为你也不了解那个内容 所以这边有的讲违宪 有的讲不合理 有的讲清算 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个行政机关的调查权 这个是行政机关的调查权 调查出事实之后 你会做行政处分 你对这个行政处分不符 你可以循着述 行政诉讼的程序走 所以这只是行政调查 OK 你们不要把它无限上纲道 说什么抄家灭族 没有那个 你讲这样的状况 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 这一意义真的是 生死存亡的一意义吗 未来会有什么一些发展 我们大家要拭目以待 今天是端午节 还是要祝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端午佳节愉快 那如果在高速公路上 一切行车顺利 OK 再次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 您的收看 新闻面对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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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